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文也的圣母宗应该大家都唱过了 我第一次唱的时候 我小时候住校修师教我们唱 我就心里想 什么东西啊 难听死的 定金一样 会唱就知道 不会唱的人要听就知道 后来到了台湾 我是香港人 到了台湾 我都来圣家堂 唱那个李箴当神父的《天主经》主导文 搞错 又是像念经人 好像去了庙 可是后来当我当老师的时候 我在学校我要教小朋友唱 糟糕了 我都受不了 怎么教那些小鬼唱 小屁还已经闹饭了 那我就想了很多办法 当然 最后是蛮成功的 小朋友很喜欢唱 那个时候我开始想 为什么那些人又把《天主经》《圣母经》 写到像念佛一样呢 后来我就想 我就找资料 李箴帮神父什么时候写《天主经》 他在 应该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写的 我在猜 可能他读书的时候很多不同国家的神父来 我们一起唱主导文 拉丁文的戴沃沃沃唱 然后我们各自唱自己国家的 每个都唱 李神父就 中文没有 就算有 也没有中国的调调 所以李神父就写一个很中国调调的 像念经的 那以后人家一听 哦 这个是中国的 像庙一样 这个一定是祈祷的 所以后来说 原来应该是这样子 我认为了 应该是这样子 那江文也先生的《圣母经》不是这样子的 他的《圣母经》呢 其实不是他写的音乐 那音乐是哪来了 等一下再讲 我们听一点点 很难得这个大陆的教会 他们录的这个放在YouTube上面 唱的不错 录的不错 我们看一下 没有听到人声就感觉到念经 在庙里面念经的感觉 祈祷的感觉就来了 所以外国人听到他们会很高兴 哦 这个是中国音乐 他们唱的是文言的 《圣母经》 念言文 他们发音要求很高 很清楚 与众儿为三位 正 rounded version 跟今天议与众儿为 created 牺 lleg以我 是下半 祝福阿弥陀佛 祝福阿弥陀佛 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 我把画面变成文字以后 你会不会听到更多的音乐 比如听到有什么乐器 什么声音 会比较专心 如果你知道他唱什么 字也不要看 那就专心的听 你会听到更多东西 他用的音乐器配得很好很棒 任何人一听就一定知道 这个是祈祷的 这个是中国的 原来这个音乐是细腔乐 这个音乐本来是快的 不是这么慢的 是跳舞的 很难得找到那个江文也 这个人很佛心的放在YouTube 给我们分享 我们听一点点就好 听一下江文也的声音 好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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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用讲的 这是香港 做了一个纪念音乐会 把它录下来 可是效果应该也不会很好 我现在慌起来的 慌起来 没有看到 那天是用二胡表演 这个黄安元是非常有名的 胡琴演奏家 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 可能在国外也有名 他常常出过表演 下面 另外一首他演奏的 万福母后 或者母王都可以 就是另外一首圣母经 所以中文叫 右圣母经 比如说我们念那个 那个玫瑰经要念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 穿红衣服的主教 苏姬主教 这个苏姬主教也是音乐家 苏姬主教就会穿成红衣服 主教才会有这个辉号 这个叙叙越多代表它是越高级 教终就多一条 回去听 就是他跟合唱团 不想表演还是练习的时候 应该是表演 这个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这个音乐厅 宝禄 六世的厅 在里面表演 表演的时候 就是他的表演 这个不是圣母经 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的 波兰姆斯的圣母宋 我放在这边给你 提醒你 回想 回想到上一次我们提过的 这就是那个听的 拍的比较漂亮的照片 这次是瑞士的军队 来保护教宗的 这有很多故事 你可以上网去查 为什么是瑞士的军队 这个就是那个圣母宋 这个特别介绍在台湾的 他不是书籍主教 他蒙喜 才可以穿紫色 或者红色 平常穿黑色白色这样 蒙喜跟那个 跟那个 主教不太一样 至少我介绍那个 在日本的词教会神父 他就是蒙喜 不是主教 蒙喜就是 他有主教的地位 可是没有主教的义务 他不用去办公 因为他这个人 对教会的奉献 非常的出众 非常的显著 所以教会封给他一个封号 就是蒙喜这个封号 所以他很有贡献 所以这个神父 刘神父 这个不得了 如果你眼睛够好 看得到 他是法律博士 是音乐系 音乐研究所的所长 教座群 然后他写了很多很多 理论的书 也写了很多很多 教会的音乐 譬如说米萨曲 平常米萨唱的歌曲 因为福大 他在福大 因为福大有音乐系 音乐系里面 那个苏金军老师 他有自己的和尚团 就帮他出了几套音乐 而且还拿到奖 在台湾本地拿到奖 好 再来 不要做了 知道吗 不知道 我看音乐你就知道 哦 这个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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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音乐就会知道 不要做了 最有名的音乐 自由的Tango 有印象吗 这个作曲家本来呢 他已经很有才华 后来就去念音乐系 老师也知道 他非常有才华 而且非常有企图心 希望成为 留名青史的音乐家 那个老师就告诉他 你做第二个贝多芬 都没有用了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你要写你国家的音乐 你不是阿根廷人吗 阿根廷 Tango不是很有名吗 你去写Tango 后来他真的被老师点醒了 譬如说 譬如说我 我路上会有多厉害 我厉害的跟贝多芬一样厉害 我比他比贝多芬更厉害 人家就说 你就学贝多芬了嘛 你比他厉害而已 若没有贝多芬就没有你 所以他就真的被点醒 他就写Tango 他专门写Tango 所以这个是他最有名的一个Tango音乐 这个人 又出现了 他出了 这个整片都是圣母送 他有唱Piazzola的Tango 他不对不行 比他做了的圣母送 我们听过去 自己回去听 这个是阿根廷传统的手风行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不太一样 他比较小 几乎是正方形的 都是按键的 不是键盘的 但是 请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